前不久,渤海某海域满载着歼15舰载战斗机的辽宁舰破浪前行 数架战机采用轮转出动的方式分批次起飞 在空中完成战斗任务交接后循环着箭 实现了舰载战斗机出动和回收间隔时间 再次出动准备时间,同时放飞架次等多项突破 我们通过经典指挥链路,优化作业流程,完善资源配置 形成了一批管用好用的创新成果 推动舰载机保障能力不断跃升 党的十八大以来,海军紧紧围绕全面建设世界一流海军的宏伟目标 不断推动以航母为重点的新制作战力量建设 我国首艘国产航母山东舰入列不到三年 先后完成跨区机动编队战术等训练任务 第三艘航母福建舰目前正按计划开展细薄试验 055型万吨级驱逐舰南昌舰 大型远洋补给舰呼伦湖舰 新型舰载机等主战装备加速升级换代 航母编队体系作战能力不断增强 我们将继续围绕打造一支清党指挥的征程部队 能打胜仗的战略部队 作风优良的标杆部队 戳裂泛发 笃刑部队 以崭新的姿态 迈向下一个新的征程 中文字幕提供